寶可夢 我是寶可夢 哎呀 今天真的非常的開心 我終於收到了這張就是 夢寐以求的這個 2020年的里程神卡 這個惠風旅人卡 然後現在也要來做開箱 讓大家看看這張卡片到底長什麼樣子 我自己也很期待喔 趕快來看一下 這個應該是全台灣第一個進行開箱的吧 我真的是上個禮拜申請嘛 4月15號申請然後現在是 4月22號然後第一個 就是拿到了齁 哇 它是平面卡的 你看一下這裡有沒有 哇 真的是 值得齁 它呢基本上如果你在這個光線下面 你會發現它這個是會 閃閃發亮的齁 來我把這個撕下來 撕壞了 哈哈哈哈 好了 來 網紅網美的這個卡片 一定要這樣子 看一下喔 哇 非常的漂亮 如果在陽光下面 在這個燈下面呢 其實你可以發現說 哇 它真的是那種亮面 這個樣子 就只是單純的平面 對 你們可以看一下 那正面的部分的話呢 其實非常的漂亮 然後你可以發現它這個側面的部分 也有這個所謂的紅色的一條線喔 所以這其實就是 匯豐信用卡本身的特色啊 好 那我是先申辦這張這個所謂的 呃 旅人無限卡 那將來的話呢 我可能還會再申辦 玉璽卡 跟這個所謂的 親旅卡喔 那當然就是為了要做開箱啦 想要給大家看一下說 欸這個卡片呢 到底長什麼樣子 欸對了 可能還是因為不知道喔 其實寶可夢的額度 在這邊有沒有 可以看一下喔 居然是28萬喔 有沒有發現 還蠻高的耶 但因為匯豐它的卡片 有個特色 就是說它是各卡獨立 那我之前已經有一張這個 這個匯豐的紅利好點玉璽卡 那這一次呢 我在加辦這張卡片 它其實並沒有做額度切割 它只是說 再給我另外一張新的 的這個所謂的卡片喔 對於我 如果要把這張卡片 你當主力卡來使用的話 其實是 算是足夠了 三四十萬的額度 其實對於一個人來講 其實就算蠻夠用的 也提供大家參考 如果你本身是新戶的話 就沒有差 但如果你本身是 匯豐的救護 然後要加辦這張卡片 如果你的額度不夠的話呢 最低是六萬的額度喔 如果不夠的話 你可能就辦不下 不然的話就是 你的 原始匯豐信用卡的額度 有十二萬 可以切六萬過來 這張新的卡片 那是有可能 可以申辦得下這張卡片的 那接下來 我們來考慮一下就是 這個新的 這個新卡的話 它到底有哪些優惠 開卡含後面就有寫到 就是 如果你自己本身是 這個無限卡的部分呢 你可以拿到的就是 國外十元一里 國內十八元一里 其實這都是 蠻不錯的刷卡回饋率 那如果你是 預期卡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 國外是這個所謂的 十五元一里 國內的話呢 就是十八元一里 那輕旅卡的部分 就是部分含內外 就直接二十元一里 所謂的這個里程卡 要繳年費 這張卡片要繳八千 這個要兩千五這不用免費 到底 它能夠給你什麼好康呢 其實你可以看到說 它這邊有 所謂的 免費的機場 這個接送的權益 有四趟 兩趟跟一趟 那我們 簡單出顧一下 其實 其實銀行如果幫你 叫一趟這個所謂的機場接送 它的成本大概是一千塊 那中間還有一些 國際報告組織的補貼 可能我們自己用那個 所謂的肯義的這個叫車 服務可能都還沒有想像中 那麼的昂貴 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有些成本是銀行 或者是肯義 他們已經有幫你們 做補貼了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算 這個機場接送的費用 不應該是要以這個優惠價來算 而是它原始的成本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如果有四趟用好用買 其實四千塊就可以回本了 那這個兩趟的話 大概是兩千塊的成本這樣子 那如果是機場的 這所謂的貴賓室的部分呢 無限卡這張卡片呢 它送你的是 八次的這個進場很 我覺得算CP值滿高的 因為進去一次大概700 所以你八次用完就五千六 所以五千六加四千是多少 就已經九千六了 所以其實這個 年費部分基本上就已經回本了 對 那這個有所謂的免費機場評測 有寫到齁 六十天四十五天跟三十天 所以如果你常常出國有需要的話 其實機場停車也是很適合使用的 這一次的合作夥伴的部分 你發現它這邊有寫到 長榮嘛 華航 然後還有亞洲萬里通 AirAsia 愛子區跟亞高 它其實還有一個很厲害的沒有寫到 但是如果你就是已經卡片申請下來的話 你有登錄它的這個信用卡網易 你會發現 它還有一家航空公司可以兌換 那就是JAL 也就是日本航空公司 那當然因為現在官網沒有寫到 但不代表說它目前還沒有 因為你上它自己的官方的這個兌換平台 就已經有了 所以事實上的話呢 是確定有合作的喔 如果你自己累積的是日本航空JAL的部分的話呢 這張卡片絕對是你的里程累積審卡喔 非常的厲害 所以呢 這張卡片雖然說它要繳年費八千元 但是我個人覺得 如果你自己都有把它的權益用好用滿的話 絕對是值回票價的 所以呢 在影片的最後呢 也來給大家做一個 360度的這個3D旋轉影片喔 虧違已久的這個影片呢 就是重新的再給大家看到 我們終於可以再次看到這個卡片的 365度的旋轉 如果你自己本身是新戶 也非常歡迎你跟上我們卡板幫忙團 我們現在的話呢 就是有這個所謂的糾團活動 有50人上車 我們就抽一個人送台日機票 如果有500人上車的話呢 我們就會送iPad 好 這我們都會送一些很棒棒 很吸引人的產品 也希望大家就是一起來上車 讓我們這一團的影響力更大 那將來才有可能跟銀行 或者是跟廠商要到更多的獎品 然後來回合大家 好 今天的這個分享呢 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也希望你們會喜歡我們這次的影片介紹喔 好 我們就下回再見囉 掰掰 我們就下回再見囉